事緣何君堯議員在5月17日的會議上 對不起,曾經致涵給本人,有關委員懷疑向傳媒披露專輯委員會 在5月15日的閉門會議討論的內容表達關注 何君堯議員認為有委員明顯違反保密規定 構成嚴重的失當行為,要求本委員會嚴肅處理有關問題 主席介不介意我很快就介紹一下我的投訴 既然是公開,因為公眾人士未必知道我怎樣寫 好,謝謝 如果是可以,我很快地讀讀我的投訴信 主席,基本上我們在5月15日大家同意了當天的會議閉門會議 與會這一次通過了 有關的未有作任何結論,即討論未有結論之前 所有的討論內容應該要保密 但很遺憾15日會議結束當天,已經見到泛民議員 以黃碧雲為首舉行了記者招待會 亦將原本閉門會議的內容公諸於世 其後亦傳媒鋪天蓋地地報導 情況極為不理想 每當傳媒的朋友向我查詢的時候 我都是堅守這個保密原則 拒絕評論 這個時候我也深信 有委員會的成員已經刻意這樣洩密了 先說回何君堯議員這封信 裡面說的 剛才說沒有證據 這個我不想再重複 裡面說 此刻我深信有委員會已經刻意洩密 我深信就可以了 什麼都我深信 如果因為個個信這些東西 我們就要entertain一下 我們現在好多時間了 這個就是我唯一 我想指出的 這是第一點 其後我見到幾位的議員 名字是在我封信裡講了 楊岳橋議員、林卓廷議員 梁繼昌議員和尹兆堅議員 都接受記者訪問 對閉門會議的內容作出批評和討論 明顯違規 因此我正式作出投訴 要求主席嚴肅處理有關的違規失當行為 也要求嚴懲違規人士 所以我就提出這個投訴 多謝主席 第二 何君堯議員兼律師 你引用的是以示規則第八十一項一條 這個剛才法律顧問已經說了 這個是完全錯誤的引述 法律顧問沒有這麼說錯誤 但是我講的錯誤 根本完全是建基於一個錯誤的基礎 我們建基於一個錯誤的基礎 去討論一些錯誤的東西 浪費時間 還有 講竊物 2017年5月16日 升多日報的報導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今天亮相回應周浩鼎事件 他說在調查委員會主席謝偉俊向周浩鼎查問的時候才得色事件 要求周浩鼎坦白把整個過程說出來 他又說黨內昨日 即5月15日 有開會 因為發現內部會議信息有人刻意放給傳媒 那怎麼樣 是不是叫民建聯逐個在這裡審 這是不是我們要的東西 現在究竟何君堯議員 最後想解決什麼問題 還是只是好像剛才這樣 刻意這樣說出來 以後繼續拖下去 我現在就是想問一下他 究竟他最後想達到什麼目的 是不是要全部人在這裡天天開會 然後陪他們在這裡玩 最後什麼都查不到 不用解散的了 因為你們這樣這一招 是完全令對委員會癱瘓 是不是這樣玩下去